我不在乎,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大家好,我是米朗 大家好,我是世凯 那我们现在刚刚从丹麦哥本哈根的旅馆check out了 那,准备回波兰吗? 其实不是 大家看我们穿的这么厚,就大概猜到了 我们又要去北极了 对,那这一次呢 其实是去我们之前蜜叶旅行的地方 是格林兰 格林兰 这个最大的岛 但是有点可惜的是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拍影片 所以没有留下一些影像的记录 所以这一次我们不会留下任何影像 我们会好好的拍 把这一趟北极格林兰之旅拍下来 非常幸福 那我们先check in 跟着我们一起飞去北极吧 我们到机场后 想先看看在哪一个柜台check in 结果惨剧发生了 什么 我们的飞机去看 我们赶紧跑到柜台 想确认一下搬进状况 希望这一切就是误会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更多的资料 更多资料 9.30 9.30 所以今天会炒烤 我们不会炒烤 不要哭 那是怎么可能的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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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这一次可不可以去北极圈 只能在机场等待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赶紧联络饭店 旅行社保险公司 真是一团混乱 有点辛苦 因为我今天也已经想在北极圈享受 然后在晚上在那边吃晚餐 然后在那边去爬山 但结果我们需要带在这个无聊的地方 就是对我来说 我不想带在那种城市 那种城市跟波兰没有大的差别 我想带在我的北极圈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行程都排好了 所以有些行程就没办法去走了 哇 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种取消特别麻烦 因为它是飞到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你也没有其他航空公司可以选 基本上就只有这一班可以搭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通知 看看他们最后决定怎么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老公 说到餐具很笑的这么开心 然后我就一直很崩溃 那这班飞机原本的乘客 现在在这边排队等待 Air Greenland 分享新的消息 其实我们第一次这样完全被取消 然后我们连他们会不会 帮忙安排旅馆都不知道 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我们这趟格林兰之旅 可不可以成行呢 好紧张啊 嗨 哈啰 你们在旅行一起吗 是的 结果格林兰航空告诉我们 我们改到明天搭飞机 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在机场饭店住一个晚上 这样听起来至少我们明天还是可以去北极吧 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 好的那航空公司呢帮我们安排住在这个饭店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边 直接同一个 对 又要在这边待一个晚上 然后 看 Air Greenland 还给我们 呃 午餐还有晚餐 对 但是我们宁可不要啦 我们只想要赶快到那边去 真的 真的 我也觉得有点下去自己给人梦 那就希望明天可以顺利搭飞机去北极了 不要再取消了 好我们先休息 然后明天见喽 到这里吧 结果他给我们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 有什么想说的话 有什么想说的话 我就是 我就想带我格林兰 看鸡蠣好饿 鸡人 他呢 我可以吃的 我可以吃的 我可以吃的